欢迎各位收听我的节目 自从民进党无耻政府 他的防疫大内宣政策 牛皮被戳破了以后 台湾老百姓遭罪到目前 已经超过一个多礼拜了 但是眼看着这一个多礼拜 台湾老百姓遭罪的情况 不但没有往下驱减 反而有往上提升的迹象 因此本来我还在想说 菜马桶你们什么时候 要把你们最后的大绝招放出来 什么大绝招 就是想尽办法 要把这样的一个锅甩给大陆 结果没有想到 当我今天早上一打开新闻 打开报纸 我就看到四个字叫做认知作战 而当我一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还在想说他妈的认知作战 是什么鬼啊 结果呢不看还好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原来所谓的认知作战 还不是甩了一个锅给大陆 而是一次甩了五个锅给大陆 那是哪五个锅呢 我现在就念一念给大家听 来菜马桶他们是这么说的 他说根据国安请制内容 北京高层于华航群聚感染事件 延烧之际 对台发动认知作战 下达五种命令 第一个叫做深化内部矛盾 第二个迟滞疫情缓和速度 第三个降低整体生产动能 第四个瓦解经济与股市 第五个挫折台湾人的支持自信等目标 趁乱制造不实讯息 扩大内部矛盾 进而瓦解台湾抗议的动能 这就是菜马桶他们公布的 老共对我们的五种认知作战 大家听完民进党这么无耻的言论以后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我除了把发哥的招牌语言 跟动作发给大家看以外 我实在找不出任何语言 可以形容民进党的不要脸了 说真的 虽然菜马桶你这个混蛋 你甩锅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像你这样甩锅方式 真的是让我们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超前部署 以及校正回归 前面四项就是超前部署 最后那一项就是校正回归 这话怎么说呢 来我再把刚才前面的四项念给大家听 第一个叫做深化内部矛盾 第二个叫做迟滞疫情缓和速度 第三个叫做降低整体生产动能 第四个叫做瓦解经济与股市 这次让我们听起来是不是很明显的 就是当防疫不利的时候 整个社会跟经济 一定会发生的一个一步接一步的状况 但是菜马桶他们这个混蛋政府 现在居然把这种 他们因为自己防疫不利 因为自己买不到疫苗 因为自己牛皮被吹破被打脸以后 把这样所有的结果 先超前部署的通通甩给大陆 我合理的怀疑 难不成你民进党这个垃圾政府 你是已经早就知道 接下来的结果一定这么悲惨 所以你就先打预防针等 把话先说在前面 到时候就可以全部赖给大陆 这么无耻的超前部署 也只有民进党你这个混蛋政府干得出来 至于第五项的所谓的挫折 台湾人的支持度与自信 在我看来 这根本就是菜马桶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支持度的校正回归 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吧 台湾经过了这一个礼拜的防疫大混乱以后 大家觉得台湾人的自信还会有吗 当然没有了 之前说什么台湾是模范 台湾是防疫的模范 台湾还可以帮助其他国家防疫 所有半天根本不但是放屁 而且自己打自己的脸 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下 台湾人哪还有什么自信 但是菜马桶他就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就还是一招 先把目前下滑的支持度怪罪大陆 然后再回过头来恐吓台湾 在岛内这些反对他的这些人 告诉他们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觉得我现在支持度下滑了 这个支持度下滑 可是老共干的好事 你们谁要是敢在网络上散布不实讯息的话 我就用国安法跟社会法 办你们这些反对的 要是你们再这么抗议 这么反对我的话 我只要把前面我所得的817万票 拿过来平均我的支持度的话 我的支持度还是有五成以上 所以现在台湾老百姓的支持度跟自信被挫折 完全就是你们这一党 唱和中共唱衰台湾所造成的 所以想把自己的支持度校正回归 才是菜马桶 你为什么说这第五项认知作战的真正原因 反正说了半天你的目的不就是还想告诉那些支持你的白痴们 他们一定要继续支持你 绝对不能让你们下台 也不能让你们民调下滑 因为只有继续支持你们 反对党才没有机会 跟老共隔海唱和做中共同路人 到最后把中共引进台湾 血洗台湾 占领大家的财产 这才是你今天为什么要强调 所谓认知作战的重要性的狗屁原因 对不对 只要继续用甩锅的方式 用推给大沃的方式来欺别那些你们的支持者 你们就可以稳坐江山换年执政 说真的全世界真的再也找不到像民进党这么龌龊 这么垃圾的政府了 就算找遍全天下的脏话字典 我觉得应该找不出任何一个贴切的脏话 可以形容民进党的龌龊跟下践 只不过呢 虽然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提早就预言 或是知道民进党为什么这么干 为什么这么做的一些下践手段 可是呢 我也必须很悲哀的说 就算我提早告诉这些蠢笨台湾人又怎么样 到最后他们还是会相信民进党这些下流手段 而且呢对他们的手法以及对他们所说深信不疑 到最后还是会支持他们 让他们继续执政 当初不是喊得很大声喊得很巴西吗 说什么全世界看好了 台湾只示范一次 示范我们只要在两个礼拜内 一定可以从三级片的市场除名 这下好了 现在我们离除名的时间只剩四天了 请问在这四天以后 要是台湾没有出现你们所示范的效果的话 那请问一下 当初你们这些吹牛的人 要不要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告诉大家吹破牛皮要付出什么代价 还是你们要学民进党那种恬不知识的嘴脸 一样只要把责论推给老公就可以了 现在连外媒都把这个吹牛新闻登上时代杂志了 我就看你们这些当初吹牛者 现在怎么跟菜马桶交代 因为一菜马桶这种从洋妹外的间隙 你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绝对不能做出 让他在外国组织面前丢脸的事情 你要是做了的话 一定会遭到非常严厉的处置 那是什么样严厉的处置 大体上我不知道 但是就我来说 要是我觉得什么是菜马桶对我最严厉的处置的话 我觉得最严厉的处置 可能就莫过于他忽然告诉我说 他要嫁给我 而且呢每天晚上都要跟我玩游戏 像这种泯灭人性的处置 我相信绝对是比任何上刀山下油锅 或是滚钉板这样的刑罚要严酷100倍 因此呢 要是菜马桶真的对任何人实施这种惨无人道 而且泯灭人性的处罢的话 那我只能建议这些被处罢的人 你们必须赶快去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赶快去抱着哈娜三个狗男朋友去同归一尽 因为只有这么做 才是断绝菜马桶所有的人生乐趣最好的办法 而断绝他所有的人生乐趣 就是回敬他对你们实施这么严酷的刑罚的最好报复 之前民进党这个垃圾政府 他动不动就拿什么轻松卖台 什么跟中国人好 就是出卖台湾人利益 这样的话来抹黑来栽赃那些反对他的人 好 要是还有那么多支持民进党的白痴们 你们到现在还相信民进党这种鬼话跟屁话的话 那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到底轻松卖台是对台湾好 还是对台湾坏 其他的我就不扯了 我只扯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就是我请问各位 要是轻松卖台可以让你变成台湾的首富 可以让你赚很多钱几百亿身价的话 请问你要不要轻松卖台 第二个案例就是假如你轻松卖台的话 可以让你在这场艰难的战役中生存下来 让你活命 请问你要不要轻松卖台 第一个案例就不用我说了吧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说了就是郭董 像郭董这种轻松卖台的方式把工厂塞在大陆 然后接美国iPhone手机的订单 再把iPhone手机做出来以后 回卖给台湾 是不是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台湾的首富 那像这样的轻松卖台方式 为什么台湾你们这些存货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呢 你们要是自己想穷死想饿死 想变成一个白痴实在台湾的话 那你们就自己去嘛 你们凭什么因为自己笨自己穷 自己没有办法去大陆设厂跟大陆人做生意 就要所有的台湾人跟你们一起陪葬一起穷死在台湾 而第二个案例是不是讲得更清楚了 就是疫苗的问题 台湾现在是不是因为没有疫苗 所以呢才把这个防疫搞了一年多以后呢 结果又是回到原点这样的惨况 但是呢就算产成这个样子 台湾民进党你们这个垃圾畜生政府 在大陆四出三亿 说他愿意提供疫苗给台湾的同时 你们居然还说我们就是不要用大陆货 反正大陆货就是有问题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们就是宁愿让台湾人病死 你们也不让他打大陆的疫苗 你们这么道习逆思 这么毫无道理的让台湾老百姓在那边等死 难不成就算打个大陆疫苗 也犯了你们亲中卖台的底线 他妈的你们这些混蛋民进党的官员 你们要死你们就自己去死啊 还是你们根本就已经偷打了自己 所偷藏的辉瑞疫苗 所以呢你们才觉得不需要中国的疫苗 要不然你们为什么跟那个印度垃圾政府一样 说什么就算老百姓死 也不要用大陆的东西 他妈的你们这些支持民进党的混蛋们 要死你们自己去死啊 有种你们这辈子就不要打大陆的疫苗 包括不是中国大陆生产而是代理的BNT疫苗 有种你们这辈子就不要打 我就想看看跟亲中卖台的人比 到底是你们这些亲中卖台的人活得久 还是那些会抹黑大陆 会丑化大陆的人活得久 所以呢最后我也呼吁台湾的旅行界 要是你们觉得在台湾旅行界的未来 是等于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的这样的感觉的话 那我就给你们指引一条明路 什么样的明路呢 就是赶快成立一个去港澳打疫苗的这样的旅行团 因为我奉劝台湾还想活下来的老百姓 要是你们还指望着民进党这帮畜生们 能够在短时间提供给大家疫苗 让大家活命的话 我欠各位还是赶快回家洗洗碎 把这一切都当成一场梦吧 因为只有在梦里 还支持民进党的那帮白痴们 才会觉得自己活在天堂 所以呢 要是清中卖台可以让自己活命 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的话 那别人我不管了 反正我就是铁了心 我就是要清中卖台 只要你们能够赶快成团 我一定第一个报名 我就看民进党你这个垃圾政府 我就清中卖台吗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